您现在痛 它是这个位置 就是从这个位置 然后就等于那后脑勺似的 好 您转过来 让大家看 它说从这里 然后到哪 然后到那后脑勺 就这一块 它不是说一天24小时 就是那个 比如说 它就不定时的 有时候可能就是痛 不是很疼 疼得你受不了 但是就是隐隐的那种 反正就是整个的脑部就不舒服 有时候感觉会晕晕的那样 我晕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是 好 那这样多久了 我觉得又差不多一年多了 反正从去年开始吧 就是身体的状况 它就这样 是 大家认为它是热症还是寒症 看它的脸呢 看得出来吧 这个是偏什么 白是确定 因为我们看这里 所以一看就知道了 这个是白 还有一点 这里是黄黄的 那如果这个头额会更清楚 是应该偏白啦 那我们再看舌头好不好 让大家也复习一下 确实是寒 来您伸出来 旁边有齿痕 然后还有白胎 对不对 中领望诊已经几乎不用到 中医望闻问切嘛 所以最厉害就是望诊就差不多知道答案了 看看舌头看看脸 那其实这样看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 那你应该就是要怎么样 以我帮你推开了就会很舒服 他这个推完会不会立即改善 我先问各位 会 会 为什么 对 不是24小时 就是属于容易治疗的 也就是他这个病绝对可以完全潜移 那如果揉完他像这样病就可以立即改善 那立即改善之后再用怎么样 温敷 我头痛曾经治过50年的 头痛50年最长的 是在美国遇到的 那那个患者我觉得他不严重 所以不是看他痛多久 很多医师会问他几年 其实那个意义不大 顶多是分出急性或慢性而已 那如果急性期过了 那个慢性的不管几个月或几年 那个都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 那重点是他有没有很严重 一句话就可以问出来 一天反复发作的次数 如果越频率越高 那表示怎么样 他越严重 那如果是24小时那个频率 那就是几乎没有间断 那就很难 那如果说即使频率很高 但只要不是24小时 这一套都可以立即改善 所以这一套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还没下手前 你已经知道做完的结果会怎么样 你已经心里有数了 这就是一般 一般医师没办法这样笃定的 也就是你下一步患者会怎么样 你不知道 但这一套你会很笃定 知道他下一步会怎么样 应该如果有使用过这一套的人 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 好 那我做给大家看 我先跟各位说明 因为这是讲学 所以一般手法应该是由轻而重 那让他慢慢承受 然后慢慢加力道 那我因为这样花的时间会比较长 我一般如果在示范的时候 就直接做了 该用多少力道 我看这个人能承受到多少 我就以他极限 直接就下去了 那你们不要这样学 万一你们学这样的态度 跟自己的家人按 马上就毕业了 他看你这样 那么大力那么粗鲁 然后手法又没有我精纯 我现在手法是很精巧 那你们又没有学到那个巧境 就一气 他看你 这样不行 马上明天以后 你都跟你结言了 所以对家人最难度 记得 因为我们要从 先开始对自己家人 所以你们那个就要怎么样 学轻柔一点 温柔一点 哪怕他感觉不够重 那也没关系 先让他慢慢长甜头 那以后才慢慢加力道 记得 那我现在做事 因为节省时间 先说明 所以我就直接做 这样时间会节省很多 我可以多做几个 这里痛吗 可以承受吗 还行 还行 那这样呢 可以行吗 还行 还行 那就是我看他已经快讲不出 那这个力道就是他极限了 我测试出来 那我数十五下 一般差不多十五下就可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好 前身都是麻 前身都麻 你现在感觉前身都麻 如果按到这样的话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个案 我按完他说前身都麻 这个是什么情形你们知道吗 能量不足 就是没油了 他不止没电也没油了 这种患者最适合什么 热敷 哇 这个如果遇到这样不要再按了 记得我讲的 这个有些会应征就是这样的患者 他跟你讲的就是 你看他全身都麻就是怎么样 他承受不住 他里面根本没有人缘 没有热敷 这时候温敷是最好的 遇到这样不要强力再按了 我的建议 其实他是适合温的 但是我还是今天上课 我勉励帮他做 但是我不敢再下重力 以后记得遇到这样就不要再做 温敷 记得我讲的哦 这样就温敷 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所以我那个小册子有写 如果按了之后 有不适症或不良反应 马上改温敷 这个就是 那如果你按了 他说 呼吸会急促 这个没关系 全身麻是不行 全身麻就是能量不足 那如果他局部哪里痛 表示你按痛了 他奔来这里有痛点 你懂我意思吧 因为痛他全身筋会奔紧 那原来奔紧的地方就怎么样 进一步奔紧症状就出现了 他已经本来就到临界点了 这样懂我意思吧 这时候症状就出现 那这时候怎么办 他说我呼吸快停止了 那你就赶紧 怎么样 换位置 不要说等我头部楼丸再帮你按胸椎 他快呼吸快停止了 你不要等他停止了再按 就马上急救 那这个也可以解释怎么样呢 解释中医的针灸晕针的问题 因为针灸晕针的问题 一直没有人讲清楚 就是大家说 晕针都是气虚的人 不对 气虚很多人气虚 为什么有些人会 有些人不会 他说脸色白的人比较会 但同样为什么有不会的 如果说他扎了会阴针的人表示怎么样 如果他头阴 表示他原来头部原始点就怎么样 有问题 那因为针下去的时候 撒那间很痛 因为针在扎的过程中 有痛一下 那一个痛 他前身的筋会怎么样 进一步奔紧 那原来头有问题的 他就会怎么样 头阴 他就会阴针 那有些人会怎么样 呕吐 那就是表 有些人不会呕吐 他会呕吐的是什么 胸椎有问题 那有些人会怎么样 呼吸急促 突然间快呼吸停止了 这个一定是心脏有问题 胸椎 胸椎有问题 那中医一直 这个没有厘清 因为没有原始点 我说他只有到寒的 到筋的问题就没有了 那筋可以看出很细微的 也就是哪里出现哪个问题 那中医的针灸 急救的时候 如果晕针 他采取的就是 我说的 立即停止扎针 甚至出针 然后叫患者躺着 休息 然后给他一杯温热开水 温热开水 那热开水就有一点像 我们说的热源 也就是就像他这样 一按 然后整个麻了 这个是处理 所以中医累积的经验 告诉我们要躺下来 休息用热开水 这个就是这样 好 那中医如果遇到喝热开水 人醒来的 通通是属什么 轻微的 轻微的症 你们可能还没有看到重症 也就是扎了之后 完蛋了 呼吸快 真的快停止 那呼吸停止 有些医师就怎么样 下一步怎么样 撒住了 然后再来 他快停止了 开水也喝不下去 然后一直心悸 那他越慌 水也灌不进去 然后越慌 然后接下来怎么办 也不敢再扎针 因为这时候不能扎针 对不对 台湾也有这样的个案 就是针灸之后 结果患者呼吸急促 然后就送医院 结果救不起 产生医疗纠纷 我曾经听过 这样的一个案例 那我相信大陆 也一定有发生过 因为大陆更多人 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那如果用原始点呢 太容易了 你知道马上 他扎针 呼吸急促 就是哪里奔紧 这里 然后赶快推楼 温敷 就可以救起来 逆急的 所以这是急救的 最好方法 所以昨天在谈急救 那这个可以应用 那今天我觉得 他出来好像要 释放给我们看 我昨天那一条 就是按了会 会有这样 重能不多 我跟你讲 你看你们很多人 上过我好几期 按了头 这一个点 马上全身说会麻的 不多哦 所以我说 如果你们没有这种经验的 一直揉下去 揉到他 还有一些反应 不良的反应 甚至僵硬 你们就撒住了 接下来你们就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就是热源不足 那热源不足怎么办呢 给他喝姜汤 人参 然后内热外延全部供 然后他确实是 你不要看他这样 这个算是比较虚了 已经快没电又没油的状态了 这样的状态 所以你不要看病 我说这一套是诊断学 一按你大概马上 差不多什么情况都知道 下一步该怎么办 也都有一套公式 那如果没有 你们确实是撒住了 我在台北就遇到 他们揉 揉到什么 他说腿越来越麻 然后我觉得奇怪 是不是他按错 我去揉 他也说麻 我就觉得知道不行了 马上喝姜 我昨天有讲嘛 喝姜 那喝了马上 五分钟就恢复了 那个原来 所以这个你要按他 你就不能太大力了 只好温柔一点 那温柔效果又不好 所以他真正要处理的 如果在平常 热炎 这个没有什么其他好说的 就是头部用温敷 那这样他就会慢慢恢复 然后头部也会好 但是这个就不能表现给大家看了 你们懂我意思吧 因为你要揉开 又不敢大力 那这个效果就会差一点 先跟各位说明 但我还是帮他揉一下 你现在还麻不麻 不麻了就是你刚才出汗 对 因为这时候这个热炎下气 有效 我跟你讲真的 这时候就是以热炎为主 这个才是真正的治疗 那你看热炎下去 他热进去 他稍微出汗 这个出汗 他对他而言是好的 这个我再跟各位解释 如果是持续的 就是热炎一定确定不足 如果刹那间是短暂的秀斗而已 那个没关系 他马上人员还可以补足 表示里面还有油 不是真的是在衰竭的状态 所以这个可以判断 我说持续的就不行 所以你们这个都是经验 所以古代一定要什么师徒制的 就是看这个 如果在操作会有什么反应 就是学这些紧急的处理 那这个没什么问题 如果是撒那间就可以做 好 我尽量做看看 好 如果有一直持续 你就跟我讲 这样可以吗 这样能承受吗 好 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这样还可以接受吗 嗯 还行 不过这一回的感觉 给上回有点不同 就觉得心里边 就慌慌的那种 心慌慌 他胸椎一定有问题 这个就是我说的 按痛的时候 这里奔紧了 心慌慌的 所以他 那你这里是垫 我还比较怕 因为前身麻我比较怕 你知道麻是在 医学是神经 比较深层的 所以麻是比较难治 如果我分 痒 痛 麻 痒是表层的 到酸痛的时候更深层 到麻的时候更深层 所以我觉得 痒是最好治疗的 痒用这一套 你拿你痒 比如说你这里痒 你马上按开关 它会立即不痒 它那个速度会比 那个痛 酸痛还快 所以止痒很有效 那麻是最深层的 但是只要不是24小时 一样有效 我这样试过 好 我们现在开始来做 你手放下来 这一点疼吗 这里呢 还行吗 这里呢 这里疼吗 都疼吗 整排都疼 那就确定整排都有问题了 还可以结束吗 还可以接束吗 這疼嗎 疼 這個呢 我好像整個脖子是哪兒都是疼的 是喔 整個護腦勺 頭髮的底部都是疼 是喔 好 那我知道 那妳真的還蠻嚴重的 整排的 好 那我脖子我看看這裡會不會疼 這裡 頭 也是疼啊 這裡呢 我現在已經揉脖子了頸椎這裡呢 好像輕一點 到這裡還在疼 那脖子也有問題 好 所以它的問題應該胸椎也有問題 我這樣想它心慌慌的下面也有問題 好 好 這樣就好了 大概重複雖然痛來回幾次就好了 那如果有效就有效 時間短跟長沒有一定 就是以它差不多每一個點 差不多幾秒鐘就好 不要一直按 妳現在感覺呢 脖子鬆一下 脖子鬆 嗯 頭呢 頭 嗯 好像沒什麼感覺 就是沒什麼感覺 什麼意思 沒什麼感覺 因為我好像就是之前那些 你比如它那個疼嗎 不是特別的疼 你就是能忍受的那種 這現在就是整個能 覺得腦袋能輕一些 腦袋能輕了 那就沒有那個隱隱的感覺了 算是 算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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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可以 你這個要溫膚頭部 可以 如果可以給它頭部一個溫膚 好 那太好了 好 這樣可以 好 那這樣大家做 這樣就有輕了啦 那一般按的力道 好 我說我剛剛還是以它能承受 我剛剛不敢請全力以赴 我又所保留 因為我剛剛怕它承受不了 那它按完還有一個心慌慌 那是胸椎有問題 胸椎一定有痛點 那按完如果有時間再把胸椎揉完 那個心慌慌也會立即改善 那個不成問題